大家好,小丽今天分享英语报开示意 夫妻说何时摘口罩,写选字的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作为卫生方面的记者,常常有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问我 应当如何应对当前的疫情 他们问是否明年6月可以举行婚礼 也说什么时候可以把孩子送回学校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以及疫苗是否值得信任 关于疫苗问题,我的回答是 什么时候夫妻医生打疫苗了,我就打 所以我借着采访夫妻医生的机会问了他 美国人在今后的6到9个月应当如何生活 问,您是否觉得拜登上任后就要采取两三件重要措施 答,在美国有些州有些地区 人们并没有从纽约市等疫情重灾去那里吸引教训 我这里提及的是最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 我想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因为其实我所提议的建议 如人人应当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接触人群,尤其是室内聚会 尽可能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室外活动 勤洗手 所有的这些都不要求国家停摆 而且还可以给商铺留下充分的余地 帮助经济复苏 条件是只要做到这么一些简单的小事就行了 但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各个州对此的回应参差不齐 那现在出现疫情反复也就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了 问您是否觉得应当从全国层面设立强制戴口罩政策 当前政府把这一责任推给了州政府 答,我认为全国都应当戴口罩 如果市长、州长以及地方政府都能同意这样做的话 那最好不过 反之,我认为应当考虑从全国层面设立这一政策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强制要推进这一政策的原因是 我们看到,如果是国家层面提出的政策 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排斥 而地方上已经很多人反感 什么都是由国家层面一方面说了算 所以如果从国家层面强制推行口罩令 那最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问,有些地区有强制口罩令 但是兴起来碰到了困难 答,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专家 没有强制推行全国口罩令的原因之一 如果有强制口罩令,一定要推行它 希望我们可以慢慢说服民众 让他们睁眼看到国家正在经历的灾难 但我不得不告诉你 当我发现美国有些疫情非常严重的地区 民众仍然认为疫情是假新闻时 我当时有多震惊 要克服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有些人对于明摆着的事实 却能做到视而不见 问,现在有好些疫苗有望成功 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因为看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受到同时来自商界和政界的压力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接种疫苗 并且应当接种哪些疫苗 答,若疫苗的有效率为95%就可以接种了 超过95%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认为民众真正想知道的是 每一个决策背后过程 这也是我过去一两个星期以来强调了不下一百次的事 这要公司研究的是数据 我研究的也是数据 这要公司然后将数据转给FDA FDA是基于数据采取决定 是否应当发行紧急使用许可 或许可申请批准 FDA里有全职独立的科学家 不受制于任何人 还有一个独立的小组 叫疫苗和相应的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 FDA的委员已经向公众承诺 一定是听取独立科学家和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问,所以您觉得专职科学家会有最后发言权 答,是的是的 问,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摘了口罩过日子 答,我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卫生措施 加上大多数人都已经接种疫苗 只有大概到2021年的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 大多数人都接种疫苗之后 我们才能回归正常生活